今天很多人在问说奇怪了 这各位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真的是 怎么说呢 他一票人乱骂了 有黄国昌 郭正亮 陈丰新 连胜文 还有包括在现场的王洪威委议员 待会我们要请洪威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周玉寇到底怎么回事啊 因为呢最近他很奇怪 他就是强打 金文非 金华的非文案 那奇怪了 因为蒋安在选台北市长 但是呢他一直在强打他的父亲 一直在强打这个女主角 说是当时的名媛张淑娟 那包含了他在自己的节目 不断的去一点一滴挤牙膏的 每一次每一次呢挤出一点来 让大家来关注之外呢 那还再次的呢 把这个整个事情搞得非常的大 那当然呢这个张淑娟呢 他已经发了声明请的律师来提告 也请司法机关呢要尽速来办理 那但是呢今天周玉寇又说了 说这个金华事件呢是 10月11月10号 但是跟这个张淑娟呢 他在提告这个声明书当面所写的 12月15号的日期又不一样 所以他到底是想要干嘛呢 我要先问一下洪威姐 因为他今天呢警告了郭正亮 警告了你 然后还有说警告了是陈凤熙 那陈凤熙他说是因为当初呢 整个的金华非文案呢 是他刚好在当记者的时候 写的新闻 但是他今天呢周一口又说 这个致配角这个陈凤熙 说当年这个联好报呢 是金华非文案漏新闻的一咖 采访主任没有处罚你吗 还好意思一本真经的回顾 根本是跑到了内部的这个半债主的 这个苦主的往事 所以看到洪威姐 今天这个周一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一票人的骂了一圈 到底是怎么了 你会觉得周一口你感觉 他就是像一个泼妇骂街 这样疯狂的攀咬 因此我觉得就是这个 有病就应该去看医生啊 真的是啊 那他刚才讲的 因为他今天那个狂骂好几个人嘛 包括黄国昌 郭正亮还有我 然后又去搞 骂这个陈凤馨啊 说实在啊 因为陈凤馨 王宏威跟周一寇 我们三个是有渊源的 因为当时我跟凤馨 因为凤馨是我的同学 当时我们也在联合报当同事 那周一寇就是我们的采访主任 我必须讲就是说 他当时就是我们的采访主任 所以他就是一副那种高高在上啊 好像对我们可以指三道四 但是我必须讲包括这个凤馨 还有我的很多的联合报的同事 老同事真的都以周遇寇为耻 因为你今天作为一个媒体人 用这样的功气 真的已经挑战了一个道德的底线 就是你完全在秀下信 那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 在星期五的时候 我帮张淑娟这个小姐 帮她发了她的声明 跟她的这个律师函 其实我要讲就是说 周遇寇我认识非常非常久 那其实张淑娟我是不认识 因为礼拜五一大早就有人 打电话给我 说希望我能够帮张淑娟 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 张淑娟有什么事情 就在讲就是这一段 那后来呢 因为我那天非常忙 大概我大概陆陆续续 就是跟她通了几只电话 但是都是非常短暂的 那时候她因为她觉得 她无端被卷入这件事情 她真的就觉得很无奈 然后也很愤怒 那所以她跟我讲说 她会提告 那但是第一时间 她说她该怎么办 那我说你可能 因为她说她当时已经说 她准备发好声明 而且找律师 那时候呢我就建议是 你除了发你的声明之外 那可以发律师函 这已表示你的一个 非常坚定的态度 因为老实讲 我认为这件事情 我必须讲 这个事情的八卦 它到底事实是如何 因为当时我并不在跑政治线 那是如何 我并不是那么清楚 我也说实在 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兴趣 可是今天是 蒋万安要选市长 大家都觉得说 蒋万安选市长 跟她爸爸合适 今天把她爸爸过去的绯闻 拿出来大肆的炒作 那当然周玉寇这一段时间 她大肆炒作什么 包含这个大骂那个 正言法师 说什么上人下人 然后又骂这个 这个张孝岩 她过去的绯闻事件 然后又说这个 蒋万安 她的DNA有问题 她不是蒋家人 那我们知道 她最近的这个 这个她的电视 政论节目 收视率因此大幅的提高 可是怎么会有一个媒体人 你可以这样子 你为了炒作你的新闻 你为了炒高你的收视率 莫名其妙 把一个不相干的人 把他扯到这件事情来 请问一下 张淑坚干这个是什么 有什么关系 张淑坚干这个 蒋万安选市长 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因为我跟张淑坚不认识 他非常感谢我 我说没有什么 就是路见不平 把刀相助 我说我自己作为媒体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你们会不会做得实在 我觉得太低级了 真的只有低级两个字 足以形容 那至于他讲什么 凤鑫这些事情 刚好我跟陈凤鑫非常熟 当时他也在联合报 凤鑫在联合报 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政治记者 我几乎可以很确定 当时的采访主任 当时的总编辑 事实上对陈凤鑫都非常的肯定 我们过去 这个大陆是老事情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 在拿模范记者讲的 我直接这样说 拜托轮得到你周玉寇 指三道四 你周玉寇才是犯了这种 以公害私 然后自己呢 当时用自己的一个 采访主任的身份 指挥下面 帮你自己的 过去的男朋友 我直接讲 我们如果今天 大家要来开这种 什么回忆的事件 最近很多人扯到 周玉寇很多事件 我想请问周玉寇 你如何离开联合报的 你知道这是我的采访主任 你如何下台的 请问你如何下台的 那个是一个非常不堪的事情 当时你如何指挥 下面的记者 因为你自己的男朋友 然后当时在要标 政府的这个案子 因为标不成 然后指挥你的记者 然后去攻击当时的 简佑星 简佑星当时是交通部长 也当过环保署长 我老实说 因为我跟他有同事的关系 这些事情 就是已经是过去 大家已经知道你的为人 可是你今天是干什么呀 我真的觉得 当你今天已经是 你是媒体人 你拥有政论节目 你拥有频道 你拥有平台 你可以这样欺负人吗 我直接讲 你可以这样欺负人吗 他今天都骂西骂 也骂我 也骂别人的事情 我今天就直接告诉大家 当时周玉寇 你这种糗事 我可以找到人证 我直接可以找到人证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周玉寇 你继续这样的下去 你只是为了炒作 你的新闻 炒作你的收视率 那很好 我今天也在脸书 刚刚在脸书发了一个 待会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带子 不过这是他当 他昨天主持节目 他在那边 喊得很大声 他说他要告诉大家 投这个陈时中 就是投周玉寇 喜欢周玉寇 就投陈时中 我们今天要大家 非常大力地分享 他这一段那个什么 他的说法 图表就在旁边 对 我们大力 对对 这个是这个图片 他就是这样讲 所以而且我还 at蔡英文陈时中 赶快来看 蔡英文赶快来看 因为他就告诉大家 投这个陈时中 就是投周玉寇 你喜欢我周玉寇 赶快来投陈时中 蔡英文赶快来看一看 你现在不是一心 要复选陈时中吗 陈时中不用忙着切割 赶快来看一看这一段 今天事实上在一个选举里面 不应该到这么的不堪 不应该到这么样的龌龊 今天大家质疑这件事情 质疑这件事情 说实在黄国昌 黄国昌是时代力量啊 你说他懒的吗 他是小懒吗 还是什么都不是啊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怎么会这样难看 所以现在只要有骂他的人 他全部都毛起来 回响骂回去就对了 对啊 而且用破 你看他用破腹骂街的方式嘛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说 我跟你讲 他就是以老卖老 以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 我说难听一点 当有一个人来莫名其妙 就是疯狗来咬你的时候 你要去咬那只狗嘛 对不对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不需要 但是你不能够欺人太胜 我今天就觉得 你真的是欺人太胜 你把一些不相干的路人甲 去卷入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为什么要那么龌龊 为什么要那么肮脏 所以这就是代表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我跟你讲 我相信还会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去伸援张淑君 真的莫名其妙 刚刚呢洪月姐也提到说 现在呢 陈时中应该是很错 应该是错吧 对不对 那陈时中其实日前 他受访的时候 他有讲到说 他跟周玉寇之间 除了上节目之外 私下没有联络过 他说他跟很多的媒体呢 也是私下没有交情的 所以我要请网友猜开看 你觉得陈时中跟周玉寇 他们私底下是有联络的话 我们加圈好吗 加圈 如果你觉得他们私底下 应该就像陈时中说的 应该是没有联络的话 那我们就加二 我刚刚讲说加圈 我们就加一 加一跟加二 你觉得他们私底下 是有联络的加一 觉得应该是没有联络的加二 我们看大家的想法 所以洪月姐 现在陈时中实在真是真错 因为周玉寇不断跟他要做连结在一起 但是看起来周玉寇不断的到处骂人 这民进党应该也要处理吧 还是说周玉寇他到底在图什么呢 图什么图他的这个声量 图他的收视率 不过我刚刚就讲 这个民党就是养虎为患 那前两天 这个蔡英文去慈记 去花莲去看慈记的那个正言法师 其实就是意图来收拾 周玉寇给他的烂摊子 可是我现在告诉蔡英文 现在又有人拉了一坨屎在你们家里 然后看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周玉寇 到底熟令置之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嚣张 我们撇开 我们必须撇开周玉寇自己本身的作为 还有他的性格之外 那么他永远的主流派 那谁到底是让他做大 而做大到如此 今天陈时中想要跟周玉寇切割 但是切割的调吗 切割的调吗 大家想想看 在整个从这两年 指挥中心他当指挥官的时候 他到底给了这个周玉寇多少的独家 我记得好像这两天也有人去计算 他大概也上过周玉寇的这个广播节目 大概将近20次吧 每次都上他的节目 然后上周玉寇节目呢 就聊得非常开心 还有非常重要的 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当时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譬如说 每一次的每一天的确诊数 必须要有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来宣布 只有周玉寇他可以事先透露确诊数 那时候惹火非常多的媒体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觉得说你不准媒体来提前来报这个确诊数 为什么周玉寇可以 结果呢 大家去问陈时中 陈时中竟然呢 轻描淡写呢 哎呀 这只是报报数字 他有处理周玉寇吗 他有处理吗 没有 另外 当时是不是很多的确诊者的足迹 记不记得 对 确诊者足迹 很多的媒体啊 通通都要等指挥中心 如果你很不幸 多透露了一个确诊者足迹 是不是立刻来警告你 甚至要处罚你 没错 不是这样吗 但是只有周玉寇OK 周玉寇呢 就可以去公布确诊者的足迹 请问一下 你有曾经处理过吗 没有 那甚至当陈时中他们 直接的在护航高端 促销高端的时候 周玉寇不就是你的最大的拥护者吗 然后说高端 就告诉大家 我要打高端了 好高兴 我的手臂也要献给高端了 是不是 请问一下你们的关系不深厚吗 我再讲 包含你们指挥中心的李炳颖 记不记得当时说 怎么挡BNT挡BNT 包括你那个李炳颖 竟然屋指说 这个郭台铭要买进来的BNT 会过期 不就在你周玉寇节目说的吗 不是就是在你周玉寇节目说的吗 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要把这些事情 你们狼狈为奸 庆竹难书 不就是这样吗 狼狈为奸 庆竹难书 你现在要切割他 来不及了啦 我告诉你虽然我心里某一个程度呢 有点可怜你陈时中 我现在呢也看到就是陈时中 很急着想切割周玉寇 但是你们把他养大啦 就是养虎为患啊 那周玉寇就是因为有恃无恐 所以才这个样子 那刚才那个淑芬说 我给他整理了什么 他的败宿女王 对不对 他很火大嘛 对不对 火大还对我的家人做攻击嘛 我讲你败宿女王 我老实说 我都对你非常非常客气 我里面立刻就有人说 我今天在我们有一个 这个肇事场合嘛 后来那个连设伟说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是受害者 他说我爸爸也是受害者 你看看可以跳出来多少受害者 包含朱凯翔 朱凯翔他说告不成了嘛 你又敢讲说 你今天他去告黄光晴 他也是败宿嘛 对 我告诉你啊 受害人真的太多了 那今天所以有人就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帮庄淑娟 除恶物尽 除恶物尽 你不能再继续这样放纵他 你继续这样包容他 他认为他可以随便的去攀咬大家 他反正只要使出他的坡妇骂街的方式 他过去也有影片啊 那时候他骂什么 谢长廷啊 骂民进党 然后就在地上打滚啊 什么就在那边 像坡妇一样在那边哭喊啊 因为说实在大部分的人要脸 你知道吗 绝大部分的人要脸 不想跟这样子的人去 有任何的牵扯 也不想跟这些人 跟周一寇有任何的朋友 他就是看准这一点 大部分人不想理他 可是要跟大家讲 你这样子就是放纵这样的恶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会告诉大家 我会坚定的支持张淑娟 后来我有朋友说 他说他们其实都查证过去嘛 就像包含凤馨 他们当时都是在跑这个第一线的新闻的时候 他们说他非常确定不是张淑娟 然后我告诉我朋友说 我说我告诉你 其实对我来讲 这件事情是不是张淑娟对我来讲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一个媒体 一个媒体的公器不能够这样子用 怎么可以随便去牵扯人家无辜的人呢 今天是蒋万安要选 你有本事去找蒋万安嘛 你怎么会去找一个 人家已经退隐很久 想要过平静生活的一个女性 23年前的非文案 现在拿出来讲 而且又不是蒋万安 是蒋万安在选 不是蒋校园在选 对没有错 老实说你今天 你去 今天是蒋万安在选 然后你先去去判有蒋校园 然后还去讲一个无辜的人 你简直莫名其妙 然后他呢 对 还有媒体说 想要问说张淑娟要不要回应 说他不是讲说你事件都搞错了 他不是这样吗 他说你事件都搞错 你神经病啊 谁会记得你23年前 某时某刻你在哪里 你记得吗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某时某刻在哪里 你23天之前你口妈都不知道了吧 莫名其妙 张淑芯为什么要告诉你 对 他只是非常生气 你毁他亲遇嘛 对不对 你就是毁一个人的名誉 然后人家平静的生活 无端的被你这样子打搅 然后被迫要来去做澄清 被迫人家还要请律师 请律师不是要花钱吗 对 你说倒不倒霉啊 然后你周玉寇用这个世界 去炒你的声量 去赚你的收视率 我真的觉得恶心至极 真的太恶心了 所以我今天很多人告诉我 除恶要物尽 我真的觉得 大家真的不能再纵容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情 另外呢隔壁这一位 这个朱凯翔 也曾经有跟他打过官司的 是不是来发表一下 我没有跟他打过官司 我是骂他是新闻支持 然后呢结果他就告我 告我之后他自己撤告了 代表他自己知道 自己是新闻支持 他没有告我 不是检察官觉得说 不是检察官觉得说 我讲的有道理或没道理 是周玉寇自己撤告的 他撤告了 OK我再讲一次 是他自己承认说 哎呦我好像真的是新闻支持 所以我决定撤告 我觉得其实 其实这个 周玉寇这件事情 确实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恶心 因为他整个把 今年台北市的选战 或甚至是全国的选战 都拉低到一个 臭不可闻的一个低标去了 可是呢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 我们毕竟是媒体出身的 我实在很难理解 我实在很难理解 今天包括过去 包括过去中天 然后呢做新闻 然后结果现在被不与换照 在网路上面生存 然后呢同一时间 TVBS在考虑说 他可能会 可能会被移平 可能会移平 结果呢像周玉寇这种垃圾 他可以在电视上面 毫无 肆无忌惮地吃香喝辣 大放厥词 民事不用担心说 他会因此而不与换照 民事不用担心说 他会被移平 周玉寇也不用担心说 他会被罚钱 我们的媒体界 我们的政府 我们特别是NCC 在监管媒体这一块 到底要双标到什么程度 他是不是真的 不在乎民众的观感是什么 他不在乎民众 在看到这些各种不同的事情 接二连三前后发生 然后互相比较之后 会觉得你们这些政客 跟这样子的媒体人 串通把台湾搞成 这么臭不可闻 是一件非常烂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从媒体的角度 来觉得很悲哀的 所以我不喜欢 再称呼他为媒体的人 我觉得很侮辱人 很侮辱的其他 在媒体工作上面 兢兢业业的人 周玉寇根本不配啊 他就只是一个 在电视台上班的垃圾而已 就是这样子啊 他根本没有资格 继续在那个位置上面 讲这些话 他就应该要吃官司 他就应该在 不是在看守所 就在跑法院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好 一方面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确实 让人家觉得非常生气 可是换个角度来讲 从选举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要笑笑的 笑笑的希望他继续讲 希望他不要停 希望他继续把自己 牢牢的跟陈时中绑在一起 牢牢的跟民进党绑在一起 我觉得周玉寇女士 没有问题啊 他继续这样大名大方 继续为党 为党打第一战 打不知道第N战 然后立战功 我觉得蔡英文在21126下台之后 就让周玉寇去当民进党主席 很好啊 就成为民进党的脸啊 我说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说自己有多讨人厌 没有病逝感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是其实一般人看得出来 一般人看得懂说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想的就是不外乎 就是他的获利模式嘛 他的获利模式 就是靠着这样子的方式 让绿营的不能切割他 因为有一种不能切割是说 毕竟绿营现在看起来 好像处处都落居下风 有周玉寇这样子 好像就是完全 完全义不容辞的 在帮他们说话 这是一个必须要利用的 一个工具人 另外一种角度就是 有很多人也不敢 在这个时候切割他 我相信陈时中的阵营内部 有很多真正懂选举的人 他们现在此时此刻 应该就是瑟瑟发抖 想说到底还要搞到什么程度 未来这个台北市撒喀都 人家以为是黄珊珊 蒋万啊 还有周玉寇三个人在选 陈时中就这样子消失不见了 但是他们也不敢去得罪他 因为担心说 因为他就是一个 拿着菜刀在乱挥舞的疯子嘛 谁知道他会砍到什么人呢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 对绿营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了之后 真的是这个你知道 血压升高 觉得非常愤怒 但另外一个角度 从政治上面 从选举上面 我们就希望周玉寇你继续讲 你尽量讲 最好是让大家以为是你在选 那这场选举就有了看 好 之前大家都问说 为什么周玉寇呢 这一阵子以来都要紧咬蒋万安 要紧咬这个蒋万安的父亲 蒋孝言 尤其是23年前的这个事情了 我要问一下郑圈琴老师 因为郭正亮他有抖出一个内幕 他认为说 是因为民进党对陈时中没期待了 所以看起来周玉寇跟他 私交应该是很好嘛 所以也心急了 也想要拉他一把 但是我们看到陈时中的回应 有媒体就问说 我会不会觉得周玉寇这些动作蛮下流的呢 结果陈时中说 那是不是投给蒋万安 就是投给周玉寇 大家互相扣没有意思啦 所以周玉寇有网友就说了 周玉寇这么的挺你 真的是真心患绝情 尤其周玉寇昨天直接在媒体上 直接他就讲了 就说如果你喜欢我周玉寇 就投给陈时中 硬要把跟陈时中 就是要扣在一起就对了啦 刚刚王宏威那个等于是就爆料啦 原来你周玉寇 当采访主任的时候还公器私用 那怪不得现在这个德性这样子 他说这个人 其实陈时中你刚刚提到说 想要切割 想要跟他装不熟 就来不及了嘛 周玉寇是何等人物 你们什么招之则来 挥之则去吗 现在就去不了啦 他是复古之区啊 你陈时中切切得了吗 周玉寇 他是不招之来 挥之不去 我告诉你 你看从刚刚讲他 年轻当采访主任 就会公器私用 马云九执政的时候 他像苍蝇闻到肉一样 就靠过去了 然后马云九不行啦 民进党他英文上来 他方向一转就过去了 多厉害啊 你指动就会复过去 问题是 跟民进党这臭味相投 他们要互相拥抱得很愉快 你现在陈时中切割 装不熟来得及吗 你过去接受十几次的访问 今天很多媒体 也把他们互相的连结 找出很多证据嘛 你们在互相拉台 分享利益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享受 今天你切割就表示说 你受不了了 那本来就要盖瓜承受啊 你怎么可以 好的都要你毛衣 爬的你要拽 关键 今天张淑娟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能放过了 那我叫上一个论论节目 跟那个组织间讲说 邀周玉寇来啊 我把他走到那里 我们下都快吓死了 我这次愿意吸针 周玉寇 你要不要邀我去你的节目 说真的 而且不要中点费 我因为干过记者 我已经尽可能的秉公来这个查证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所提供的三条线索 我觉得都很脆弱 其实杭家都知道 他已经在为后面的官司做准备 他干过记者 他就说他有经过 这次张淑娟有经过 沉沉查证 三个证物 我第一个一听 他说他打给蒋校园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主任 还把名字叫什么 詹青坡的弄出来 为什么点名 就表示我有人证 然后人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 没有接受采访 这算什么样查证 你这个跟张淑娟 是不是这个当事人 你这个算什么查证 他说这第一条 这是准备呼的 第二个 这个我认为是关键 今天他说 找了金华酒店VIP的 定房部的经理 不过他自己的脸书写得很绝 说那个经理不愿意接受采访 但是又证实的是有这回事 你不是自相矛盾吗 他既然不接受采访 那怎么证实 你不是个胡扯吗 但我告诉你 金华酒店 你不应该就不吭声 你不吭声好像在支持他 你是闲张是 你不愿意减入是 但是你们今天的 你们酒店的信誉 已经被拿来了 在那边公开了弄 到底你们这个定房部主任 有没有跟他接触 有没有提供 那一天那个录影 我想起来很奇怪 二十几年前的录影 但你还看得到 那怎么回事 那这个定房部主任 是二十二年前那个吗 不然你说说 他来证实 是怎么证实的 我去你的节目 周一扣 我一定详细给你问清楚 那你到底是怎么得到 这样一个所谓的查证呢 我一看这个查证 你还当过名记者 还当过采访主任 那么漏洞百出 你程度很差 那第三个还说 有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大概就是蔡玉珍 那我说这个蔡玉珍 也看了 也证实了 那你怎么两个互相勾结 你看的是哪一个 刚才讲 你是看哪一个录影单 所以应该仔细地动 我愿意 好好的上你的节目 让我给你问清楚 也不要天天你都问别人 因为为什么 你是要太奇怪了 你过去是个记者 是个媒体人 你现在是掌握媒体资源 你有节目 你媒体的天职 监督有权力的人 优先应该监督当权派 你天天监督在野派 你是为民喉舌 结果你看你访问陈时中多少次 你是未官宣传 哪有这样的媒体人 你这个已经是完全失格 完全很糟糕 结果这次你选举你加入战圈 你还把一个第三者 张淑坚扯出来 这个就太超过了 你不但没有监督强者 你还拿你手上这个功技 去欺负一个民间 完全没有武器的一个平民百姓 这个可以吗 台湾这些媒体 接着各种大佬 各种各样的媒体系的老师 学生 中天以前多少人上街 讲了一副你们正义凛然 周玉寇这种媒体人出身的 这么一个糟糕的一个榜向跟德性 你们能够不发声吗 什么才什么 蔡思平跟你刚刚讲那一两个 你今天是全台湾的媒体人 都得面对 我跟你讲这是中外民国 采访史上新闻史上最恶劣的 没有比这个更恶劣的 你们还放过 那是什么意思 大家是怕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周玉寇这个事情 不可等闲四肢 我简单讲 他真的永远是丰派 永远是投机派 哪里有权就哪里去 你吃香喝奶就算了 你今天还到处 骚扰攻击别人 而且是毁人民节 拿不出一个有像样的证据 那关键是 刚刚洪贵讲的问题 他是常败女王 问题是他经常败输 说话 他太熟悉这一套了 他赔得起 他根本不要脸 他再输一百四还无所谓 他眼前就是风头上 然后下次搞不好又见风转斗 也许这一票最后捞一捞 跑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怎么会在乎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能够 跟法院 他竟然就准备到了法院 你看看 按照新闻采访我有查证 准备用这一套来当作这一支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